连锁日式丼饭吉野家是不少民众喜爱的美食 但受到食材成本影响 日本吉野家七年来首度涨价 现在就连台湾吉野家也动北条 16号开始全面调涨单点丼饭价格10元 进一步来看调涨后售价 像是单点牛丼中碗从110变成120 大碗从135变成145 曹特胜一碗则是逼近250元 不过仅有单点丼饭调整 其他套餐类和副餐维持原本价格 吉野家说明光是牛肉涨幅就高达50% 鸡猪肉还有外带纸盒等统统都涨价 实在受不住才调整 物价狂涨老百姓苦哈哈 那中央到底有没有赶 去的家也去啦 旁边的肉肉也去啦 通胀膨胀到底严不严重 那我只能说物价目前有上涨的压力 专家提到说美国是连续6个月4%啦 台湾CPI连续6个月2% 这样说法你同意不同意 这个他讲的是一个事实 你同意不同意 台湾到底出现通膨了吗 主记处长朱泽民左推右推 没有正面回应 除了肉价涨菜价也变贵 主妇们快买不下去 但朱泽民说价格已经下降 像一般蔬菜的话 它可能跟那个产销的供应量有关系 就是价格已经在往下走 再被问到大卖场设评价专区 外界质疑是虚应股市 评价专区对物价评力有帮助吗 这个让消费者知道更多的评价 然后可以选择 它就一直涨 对你们来讲那个叫作秀而已 物价涨不停 民众很有感 政府再没有更多对策稳定 恐怕还会引来反感 订阅新闻 许款张卫贤台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